28号美国政府正式的起诉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以及华为公司 并正式的向加拿大提出请求引渡孟晚舟 加拿大政府需要在30天内也就是3月1号前对美国的请求做出回应 不过3月1号刚好是美中贸易休战期的截止日 日期的相互重叠是再次的引起关注 而对于孟晚舟案件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就重申 加拿大是法治国家会依法办事并继续的履行国际义务及相关条约 目前加拿大已经将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是推迟到3月6号 届时孟晚舟将出庭将听取司法部长关于引渡案的决定